喔 酸度很漂亮喔 哇 第三隻這個也是 一聞馬上就聞到一個 芭樂味 這個品種我每次聞到的時候 我就會說這個是紅心芭樂還是泰國芭樂 讓我們不要看酒不要喝酒 大家好 歡迎來到開喝吧 我是牆妮 我是小編 小緣 聽說我們今天的主題是盲飲 對 今天我是以一個初學者 實習生的角色來問問看 牆妮哥盲飲到底是什麼 其實盲飲很簡單 盲飲就是不要看酒瓶 也不要看酒瓢 單純從杯中的顏色 香氣 口感 去猜這個酒是什麼樣的品種 是哪一個國家 然後是哪一個產區 甚至厲害的高手 還可以猜到酒樁跟年份喔 那我們為什麼要盲飲 其實盲飲很重要的點是 讓我們不要看酒瓢喝酒 因為很多人只要看到酒瓢說 哇 這個是獵極酒莊 或是這是一個很貴的酒 他就要說很好喝 可是盲飲的時候 你就可以follow your heart 聞到什麼就寫什麼 喝到什麼就寫什麼 最後才去說這支酒好或不好 那其實牆妮哥 我們今天準備了一個小小測驗 我們要看一下 你盲飲的能力到底到哪裡 哇 這麼有挑戰 請工作人員到四支不同的酒 來給牆妮哥測試看看 好喔 那我來試試看囉 開始喝第一杯好 你可以跟我同步喝 那你也教我好了 OK OK 先聞味道 先聞味道 那酒的顏色當然是要看 但是我剛剛已經看到了 這是白酒 這個是紅酒 順帶一提 白酒的話如果 年份越久的話 顏色會越深 那如果是顏色越淺的話 就是越年輕 那紅酒是顛倒 紅酒的話是 顏色越深的話越年輕 越淺的話越老 那喝喝看 這支尾韻有一點甜甜的感覺 有點微甜微甜 那種三分糖的Fu 所以這次我的腦袋就開始想 哪裡的白酒會有一點點殘糖 然後酸度還很漂亮 那它是有什麼味道在裡面 剛剛是有聞到一些 礦石的風味 然後呢 我覺得有聞到一點點蜂蜜的味道 喔 酸度很漂亮喔 那酸度高的白葡萄牆 你就會想說它可能來自於 比較北邊的國家 那因為其實 比較寒冷的地方 大部分也是會種白葡萄 因為那裡紅葡萄沒辦法成熟 所以這支酒 強尼可能會猜它可能是 呃... Rexceline 那Rexceline其實有很多國家有啦 如果是法國阿爾薩斯的話 一般我覺得會比較 喝到是比較不甜的 所以我會猜這支可能是 會是德國的Rexceline 那我來試試看第二支 好香喔 你有沒有聞到荔枝的味道 也有一點點蜂蜜味 然後有一點點 嗯...桃子 那種新鮮的那種 杏桃的那種那種香氣 好 喝下去那個荔枝的味道比較明顯 是嗎 那我來喝喝看 快先嚐到那個荔枝的味道 喝下去我覺得變成是那種 嗯...荔枝果汁 它也帶一點點甜感 如果剛剛那次是三分糖 這可能就是一分糖的感覺 那因為剛剛一開始 我聞到荔枝味的時候 我心中已經完全有答案 真的嗎 那麼快 對 因為其實 會有荔枝味的葡萄品種 然後還加上一點點玫瑰的香氣 你聞聞看有沒有玫瑰的香氣 你已經說好像有聞到 有聞到玫瑰的香氣對不對 其實荔枝跟玫瑰這兩個 關鍵字一出來的時候呢 我馬上就會想到一個葡萄品種 叫做格烏茲塔綿納 而且它越喝好像會多一點嗆鼻 嗯...會不會覺得有些辛香料的味道 格烏茲塔綿納其實它的尾韻會帶一點點辛香料的感覺 如果我確定是格烏茲塔綿納的時候 我心裡面就會開始想它的產區 比如說像法國的阿爾薩斯也有 德國也有 然後義大利的那個阿托阿提爵也有 那其實像美國甚至澳洲甚至南美洲 其實很多地方都有種 那因為我剛剛發現這個酒它其實有酸度 所以我就會把一些比較單純只有炎熱的氣候的地方去掉 那像阿爾薩斯比較特別 它是法國可是它比較靠近德國 照理說按照它的那個緯度的話應該是要比較冷一點 可是那裡因為它有山脈的這個幫助 讓它有一個所謂的那種 Rain Shadow的那種效應 所以那裡其實是還算蠻溫暖的 所以它葡萄是可以成熟的 好 我決定了 第二杯我可能會猜可能會是阿爾薩斯的格烏茲塔綿納 第三支也是一聞馬上就聞到一個巴拉味 那第三支這支的話 我一聞到巴拉我其實心中就有一個答案了 馬上有底嗎 馬上有底 其實就是白酥為濃 這個品種我每次聞到的時候 我就會說這個是紅心巴拉 還是泰國巴拉 還是土巴拉 那種巴拉的香氣 比如說土巴拉 我會形容它是一種比較黃色的香氣 比較熟 那如果是那種泰國巴拉 我就會說它是比較綠 那如果很綠很綠的話 其實這個品種也會出現一些像是青草的味道 或者是蘆筍的味道 那它喝起來好像稍微苦一點點 會帶一點點苦味對不對 我會說它有點像葡萄柚 葡萄柚那個皮 對 那個感覺 這個葡萄品種我剛剛說叫做白酥為濃 那其實它最有名的產區是紐西蘭 法國也有 法國的話其實有個地方叫做松塞爾 那裡也有產這種品種 很多地方其實都有種 但最有名最有名的 其實應該就是我剛剛說的紐西蘭 因為如果是法國的這種白酥味濃的話 通常會有橡木桶的影響 對 那這個很乾淨很果香 所以我就毫無懸念的說 它就是一隻紐西蘭的白酥味濃 那接下來我們來喝紅酒 我們來聞聞看 我覺得聞到一個糖果的味道 嗯 有糖果的味道 不是那種軟糖 是那種硬質的糖果 那它還有什麼味道啊 我有聞到一些草莓果乾 就是那種蜜餞的味道 因為通常想到糖果 想到草莓 其實我第一個想到的葡萄品種是 加美葡萄 那伯久來這個產區 其實它是在布根地這個產區的下面 它也屬於所謂大布根地的一個部分 那但它葡萄很不一樣 因為布根地用的都是 紅葡萄都是黑皮諾 皮諾諾 那在 柏諾類這個地方 它用的就是 加美 加美的這種葡萄 完全確定它就是 加美葡萄 第一次我猜是 瑞瑟琳 第一次我猜是 阿爾薩斯 然後第三杯 芭樂的話 毫無疑問就是白酥味濃 那 沒有什麼橡木桶的影響 所以我覺得 我不會猜法國聳細 我會猜 紐西蘭 那紐西蘭其實 最有名的應該是 馬爾寶 所以我猜它可能是 馬爾寶的 Sauveillon Blonde 那第四次我猜是 嘎妹 但是我很掙扎 因為它絕對不是新酒 因為新酒 會有一個香蕉軟糖 然後 會有草莓的味道 可是它是草莓果乾 好啦我就猜它是 婆酒來的嘎妹 然後是特級村莊 盲癮它不只是盲癮 可能是生活的態度 或者是啤酒的一個技巧 因為很多人喝了一輩子的葡萄酒 然後它其實因為每天都看著酒標喝酒 它可以說很多很多的故事 可是當我把酒標遮起來 幫我把瓶子收起來的時候 當你真實的面對自己 面對這杯酒的時候 那你要說什麼呢 可以透過盲癮 你可以找到更多的樂趣 也許 是幾百塊的酒 可是呢 它的深度 遠比你想像的更多 大家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自己買幾支酒 跟朋友分享一下 來玩玩看所謂的盲癮 那今天牆尼哥帶我們認識 四種不同品種的葡萄 我應該算是從初級到入門班了 我覺得你可以考慮參加我們的盲癮新人賽 是小編小緣 我是牆尼 謝謝收看開喝吧 好 我們下次見